目前国拼的选率工作已经正式落下帷幕 本次的选率工作也备受球迷们关注 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 由于国拼的教练员 队伍并没有足够的上升机制 这些年走了太多的优秀教练 所以这一次的教练竞聘 不仅能够帮助在国拼的教练打通升迁的通道 还能够最大限度配其教练 此次的竞聘岗位总共有24个 其中涉及到教练领导职务的有总教练一名 男女组队长各一名 新增混双教练组组长一名 这四人也将成为国拼教练组的最中间力量 如今在经过了为期三天的竞聘演讲之后 国拼新一届领导名单已经正式出炉 那就是李笋担任国拼总教练 王浩成为男拼主教练 马林担任女拼主教练 肖战担任混双组长 此名单一出也基本符合球迷们的猜想 不过秦志俭的弃权参选 依然是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毕竟按照常理来说 秦志俭目前是国拼男队主教练 并且还是拼协副主席 现如今的秦志俭 46人处在黄金年龄 可以说在平平总教练职务上面 秦志俭具备很大优势 如今放弃竞聘资格 也就是说秦志俭接下了一可能 不做总教练和男队主教练了 对此球迷们感到可惜 在确定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之后 刘国梁在总结发言中表示 本次竞聘中 31位优秀教练员勇于承担责任 追求梦想 带着荣誉感和使命感参与竞聘 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参与这次交流竞聘的每个人都有收获 大家竞聘不同岗位 不同的位置都会有不同的挑战 但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要坚信自己的能力 随后刘国梁还说到 中国拼写以巴黎奥运会备战为目标 组织了这次竞聘交流活动 竞聘全程有国家体育总局和拼语中心的监督 我们在非常好的氛围中 即竞聘又学习 即竞争又团结 中国乒乓球队最大的财富 就是分享知识 在国拼队伍中个人的也是球队的 球队反过来也会帮助个人 大家不管身处任何岗位 是金子就会发光 都是神圣的 也都是荣誉感最强的 可以说刘国梁的致辞非常精彩 而本次李笋上任总教练 也在球迷预料之内 毕竟秦志简放弃了竞聘资格 国拼总教练的位置 不出意外就是属于国拼女队主教练李笋 虽然前59岁的李笋即将面临退休 并且此前还爆出了李笋主教练身体并不好 但是李笋是选择追随国拼继续前进 并且巴黎奥运会还有不到两年时间 59岁李笋选择再挑重担 追随国拼捍卫巴黎荣誉 李笋在上任主教练后这样说道 竞聘活动的氛围公平公正 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我认为这次竞聘和交流活动 更是一次全国教练业务学习会 大家开诚布公地进行业务交流 取长不短 通过这些才能真正挖掘优秀的人才 让乒乓球项目常胜不衰 而秦志简在放弃了竞聘之后 那么国拼男队主教练的位置 自然就空缺了出来 在刘国正等国拼优秀教练 离开国拼之后 国拼男队中有资格成为主教练的 非王浩莫属 毕竟王浩球员时间知名度非常高 而且如今手下又有排名世界第一的樊振东 王浩上任在球迷意料之内 在竞聘会上王浩这样说道 这么多乒乓球人一起创畅谈心声 商讨乒乓乓球大事 感谢协会创造了这个平台 竞聘会上大家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去迎接新挑战 我也会全力以赴 为乒乓球事业做出贡献 王浩能够走马上任 可以说刘国良对他非常信任和支持 希望王浩可以尽快适应新身份 未来的他将称为男拼主力的主心骨 在李笋上任主教练后 国拼女队主教练的位置空缺出来 马林一路走来刘国良 可谓是处处关爱 再加上马林也有年龄优势 手下有刘诗文以及陈梦等多元大将 无论是执教能力 还是带领球员打出的成绩 都赢个了球迷的认可 所以无论是从资历还是成绩来看 在李笋接手国拼总教练后 马林成为国拼女队总教练 在意料之内 马林上任后这样说道 这次竞聘会交流会充分体现了中国拼协 公正公开的教练员选拔机制 给全国教练员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为国效力 成为国家队教练 对于每个乒乓球人来说都是至高荣誉 感谢拼协给我们为国效力的机会 我会继续为乒乓球事业做最大贡献 如今的国拼女队可谓是全面开红 希望在未来在马林的带领下 陈梦 孙颖莎 王曼宇 王毅迪以及陈信桐这五朵金花 可以在世界大赛中继续为国 取得更多的荣誉 目前国拼新一届领导班子 大家各有分工 有竞争也有合作 国拼的未来任重而道远 期待大家通力合作 继续捍卫国球荣誉